亲爱的小朋友们,老师问问你们,你有没有爬过山呢? 很多小朋友都爬过山,对吧? 那么在走山路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又会感受到什么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跟我们的山路有关的词三奇道中。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节课的学习目标。 你要会认,会写本节课的生字词,并且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诵,并且背诵故事。 还要求小朋友们能够想象诗中的景象,并且能够理解神的情感。 好,来,首先我们看一看你需要找到的生字词。 第一个字,梅,梅花。 它是左右结构的字,第二个字,西,小西的西,左右结构,左边是三点水。 右边注意一下,它的笔顺是撇,点,点,撇,撇折,撇折,点,注意不要把这个点漏掉。 最后再写一个字,好,下一个字,半,半周的半,注意它也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三点水。 好,再下一个字,减,减少的减,那么,这一个字的偏旁部首,千万千万不要写错了,这是两点水,右边是一个弦。 好,那么接着,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一首诗的作者,名字叫做曾几。 好了,那么,他是什么朝代的诗人呢? 记清楚了,他是南宋的诗人。 他的字是,吉,字号,茶山君士。 这么解释一个怎样的人呢? 可能有的小朋友啊,没有听说过。 那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学实院子,并且行于正式的人。 他的作品呢,也非常有风格,非常的清淡,大家都能够理解词以淡。 那么这是他的风格啊,那么,再来看一看他的代表作品。 《纵空上人》,《南山厨业》,还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三渠岛中》。 好,接着,请沈凯老师帮你们证诺。 《三渠岛中》,这个字读,《渠》,《宋》,《增子》。 《梅子黄石日日行》,《小溪藏尽》,《雀山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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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来,宝贝们,你们来一记一记地欣赏。 第一句,《梅子黄石日日行》。 《梅子》是一种吃的水果。 《黄石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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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应该是连绵不断的阴雨天 但是 作者却发现 即使在我们的美与熟节 天空也是日日行的 这是天气 好 那么这一句诗的意思是 梅子黄的五月 正是江南的雨季 却遇上了天天都是 情和道好天气 接着 小溪半径 却山行 这一座山里 有一条小溪 作者是怎么来的呀 范 范州 坐在小船上 那坐在小船上 走着走着就到了 小溪的尽头了 哎哟 小溪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好 就能够 雪 雪是止塞 右的意思 怎么样啊 山 行 用脚 走 对吧 再走 山间小路 好了 那么你说 他坐着小船来到的山上 那么 为什么 小溪都到尽头了 他却还要走呢 哎 说明他没有尽性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一句 乘 小舟 沿着 小溪 而行 走到了 小溪的尽头 再改走 山路 继续 前行 好 那么 那两句事啊 非常有意思啊 虽然 没有直接 告诉我们时间 但却告诉我们了 梅子皇时的时间 天气是日日晴朗的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在江南 对吧 接着 小溪 范境 雪 山行 说明作者此时的心情是非常的开心 自然高兴 而且 竟然连小溪到了尽头 他都没有尽性 所以说呀 这一句事表现了他高场的游戏 非常想要继续的游玩 接着 绿鹰不减 来时录 绿鹰 其实就是咱们现在的树鹰啊 树鹰不减 有没有少呀 没有少 跟来的时候 一样来时录 来时的录吧 没有 没有少 这句事的意思是一路上 绿鹰并不比来的时候看到的少 那么绿鹰没有变化 有什么变化 天得黄鹰四五声 跟来的时候比多了什么呢 还有声音呢 是吧 黄鹰是一种鸟啊 这种鸟 黄色羽毛的鸟 它在叽叽喳喳的唱歌呢 对吧 绿鹰深处传来几声 黄鹰黎的欢名声 比来时更增添了些油气 好了 宝贝们 这两句诗又有什么意思呢 首先啊 你要知道 后面的这两句 坐着还是在坐着小船吗 不是了 它是走路的了 是吧 山形 那么走路的时候 跟坐在小船的时候 树鹰怎么样啊 没有减少 还多了黄鹰的鸟叫声啊 是吧 那么注意一下啊 天得 说明 作者死时对于黄鹰的鸟叫声 是什么态度呢 非常的喜欢 对吧 所以呢 作者也非常的想让这个黄鹰来给自己出行 那么这两句诗呀 是作者回来的时候 看到了长久 易江南 他的作者呢 是唐朝道白居立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江南好 风景旧层安 日出江花 红盛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能不 易江南 那么这首词写的是哪里的风景呢 江南的 对吧 那这首词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江南好 我所熟悉的风景 是多么美好 这首词写的风景 昭阳和江边的野花 红一样 火一样 相互映照 春天的江水 清静明澈 碧如蓝草 美景 怎能令我忘怀呢 怎能 不回忆江南呢 接着呢 咱们再回过头来 看一看这些题目 你能不能答上来呢 分情道中 是什么朝代的作者 还记得吗 北宋朝的时候 谁呀 曾吉 他写的 有关什么春天的一首诗 还记得吗 江南立宝 江南的春天 诗中的哪些 表现了时间 梅子 黄石 对吧 那么天际 怎么告诉我们的 日日情 好了 那么接着 请你说说 夏列诗句的意思吧 梅子 黄石 日日情 小溪半径 雪山行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 梅子黄透了的时候 天天都是情河的好天气 乘着小舟 沿着小溪而行 走到了小溪的尽头 再改走山路 继续前行 好 下面 绿音副简 来石路 天得黄礼 似无声 什么意思呢 一路上的绿音呀 并不比来的时候看到的少 绿音深处传来几声 广泥的欢迎声 一来的时候 更增添了一些 有趣 好了 那么这一首诗 要达了作者 怎样的思想感情呢 好 首先 你要知道 这是作者在干什么的时候 写的诗呢 有力的时候 而且是有力了三曲声的时候 看到的 听到的 那么 作者呀 在写这一首诗的时候 星球是什么样子的呢 哎 非常的欢快 对吧 在旅行的时候 非常的喜悦 表达了作者的喜悦之情 好了 宝贝们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